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指出 他收到很多情报和备忘录 要求重新开档调查一些重量级人物 他也发现有些案件是值得被重新调查的 他说 由于有很多案件已经停止调查 所以反贪委会必须重新审查有关文件 看看当初停止调查的原因是否合理 但是他拒绝透露有多少宗是重量级人物涉及的案件 因为这样会影响调查结果 甚至很大可能会导致有关文件莫名一失 拉迪发补充 由于原先的调查委员会重新审查有关文件的任期已经结束 因此调查工作将会在新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才展开 但是他也拒绝透露反贪委会何时开始重新调查这些案件 另外 针对国会议员申报财产的事宜 拉迪发认为 现在评论国会议员的资产的收入维持过早 前副首相德西阿玛扎希 被控罗用资金贪污实行案继续审理 其中一名证人 马来亚银行助理经理哈瑞正石 受委管理巴基斯坦阿尼泊尔 移工与战事服务中心的 Profaradien私人有限公司 曾经向阿玛扎希开出三张总值200万令吉的支票 其中100万令吉属于政治现金 另外100万令吉作为慈善用途 洪传指出 支票是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开出 哈瑞表示 作为慈善用途 Profaradien私人有限公司 曾开出两张各30万和70万令吉的支票 支付给健康思维基金会的信托人 也就是Levis & Co.律师事务所 另外 控方第23名众人 也就是大众银行位于敦里效事录的分行执行人员 哈瑞大共证实说 周加坡尼泰珠宝鱼钻石公司 在2016年6月27号 从上Levis & Co.发出20万令吉的支票 控方第24名众人 伊斯兰新业银行 吉隆坡主要分行银行执行官 Faiz Asfar 则透露 共有22个银行交易显示 通过支票取出款项 两个公司 总共取出了1250万令吉的款项 这些款项 后来在2016年11月到2017年1月 付给律师楼 控方第25名众人 也就是马银行副经理哈斯尼·萨拉瓦蒂共证实说 萨拉纳根加纳斯的永现公司的银行户头 在2017年4月26号 有600万令吉的扣账记录 该张支票是在当年4月25号发给Larry Sanko 这种案件将在明年2月11号去审 首上还有未缴付罚单的雪龙区市民可要留意了 吉隆坡市交通调查与执法组将在来临的圣诞节假期 举办为期三天的交通罚单折扣活动 驾驶者受处把握机会 缴清罚款 吉隆坡交通调查与执法组主任Rugrivy助理总监表示 吉隆坡市交警将在本月24号到26号 在吉隆坡市中心斜接的吉隆坡交警总部柜台 进行这项折扣活动 他说 活动将在上述日期的上午8点开始到下午4点 为民众提供折扣高达50%的交通罚单折扣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严重交通罪行的交通罚单 比如严重交通意外罚单 法庭审讯罚单 法庭通缉罚单 加节安全行动罚单 以及自动执法系统罚单 一律不获折扣 明年1月开始 全国油站将售卖符合欧洲 EURO4M标准的RUN95汽油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秘书长达德姆伊斯表示 上述标准的汽油素质可以媲美RUN97汽油 这种汽油将取代目前的一二标准汽油 达德姆伊接受马清社访问时说 业者正准备售卖上述高等级的RUN95汽油 包括在油库和油站进行准备工作 他指出 使用EURO4M标准汽油的国家并不多 目前使用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澳洲 EURO4M标准的RUN95汽油是高素质的汽油 消费者明年将可以使用 EURO4M标准的RUN95汽油可减少排出的废气 以照顾环境素质 以及可保持引擎清洁 贸小部获得汽油公司合作推行上述汽油 包括险壳 国油及PATRON公司 贸小部长道具塞布定早前指出 推行高素质汽油是2009年国家绿色科技政策下的目标之一 以减少环境污染和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他指出 这也是希望联盟宣言中第39项承诺 以平衡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 违反指南的公司 可在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下受到兑付 财政部今年首次举办大马金融科技嘉年华 日记落在12月28号和29号进行 这个活动主要目的是要让社会加深对金融科技的了解 尤其是促进小商家掌握金融科技 来跟上电子商务潮流 林冠言表示 这个活动不只希望可以提高金融科技水平的认知 而且希望可以通过提供数字经济 最新金融和技术发展的信息 来增强公众和商家的能力 为年轻人做好面向未来经济和就业准备 林冠言促请商家重视产品的包装 以加强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 尤其是当产品在网络平台售卖时 包装更为重要 它是在布城镇 召开记者会时这么表示 财政部将与国行金融界合作 展示目前与未来的金融界科技 也有趣及互动的概念 艺术表演的方式呈现 这个活动将在三个策略性地点进行 包括布城马来西亚试险机构大楼 SOSANA BJH和财政部 活动是免费的 民众可以前往国行 是在布城马来西亚试险机构大楼举办的 数码金融科技展示清 参与各项讲座会 工作方 研讨会和各家金融机构的展览 欢迎回来 我国最高元首Souda Abdullah和元首后 端古哈哲阿迪萨 到英国进行为期八天的官司访问 昨天元首康利在伦敦白金探工 出席由英女王伊丽莎白厄氏 主持的午餐国宴款待他们 英女王伊丽莎白厄氏和爱德华王子 昨天一起迎接我国元首Souda Abdullah 康利的利林 他们一底部便成为了全场焦点 出席参业的还有彭亨州摄政王 登顾哈萨纳 王子登顾阿迷纳秀 公主登顾布特里伊玛阿兰 以及马来西亚驻英国高级官员 达德姆阿迈萨迪 陛下在宴会上逗留了一个小时多 和英女王共享午宴 轻松交流 场面欢愉 国家元首Souda Abdullah 抵达伦敦之后 除了出席英女王特赦的国宴 也参观了伦敦历史最悠久的西敏寺大教堂 这座拥有900多年历史的教堂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证的世界遗产之一 国家元首是在当地时间 12号早上9点40分左右 抵达大教堂 由教堂院长霍尔接待 陪同元首参观教堂的 还有彭亨州王子 登顾阿迷纳秀 以及马来西亚驻英国最高官员 达德姆·马马沙迪 参观期间 陛下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国捐躯 下葬在教堂墓园的 英国士兵致敬 苏德阿迪纳随后也参观了 教堂的其他范围 和收藏在教堂里面的历史文物 西敏寺大教堂是英国的象征之一 这里承办了国王加冕 王室婚礼 国葬等重大仪式 英国历任君主 以及一些伟人也葬在这里 参观了大教堂之后 元首接着参观 丘吉尔战争博物馆 这里曾经是丘吉尔内阁 在战争时期的办公室 陛下参观了里面的 历史文物之后 在访客纪念册上签名 以及赠送纪念品给博物馆 而我国首相杜玛丘 目前则是在中东国家 卡达尔首都多哈 展开危机四天的官司访问 他在大马时间 昨天下午4点15分 初级由卡达尔君主 谢赫塔米姆 在艾米尔宫举行的国宴款待 马卡两国领导人和官员 抵达的时候 艾米尔宫立刻揍起 两国的国歌 随后两国领导人 进行阅兵仪式 仪式完毕后 玛丘和卡达尔君主 展开了四眼会谈 此外双方也见证了 两国外交部 成立高阶联合委员会 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过后出席 谢赫塔米姆 为首相所设的五宴 在这之前 首相已经和卡达尔的 工业领袖进行圆桌会议 在维持半个小时的会议上 马丘指出 大马对卡达尔投资者 非常有吸引力 我国最有投资潜能的行业 包括石油 化学产品 清真食品 旅游业 以及伊斯兰金融业等等 据了解 在卡达尔2020年 最佳经商国家的报告中 大马排名第十二 商业杂志COW也指出 大马不仅是最佳的经商国家 更在2018年 荣登彭博社 2018年亚洲最有魅力的 发展中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塔拉韦拉桃制品 是墨西哥特色的传统工艺品 目前已经被联合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新闻的尾声 一起去看看 我是卢宜妹 感谢收看这一节华语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